法国经济增长处在逐步增加的边缘 托马斯托克森 EBRS公司高级副总裁 根据世界银行的经商指数显示 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建立自己的公司 都比在法国要容易 这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呢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 在过去的几年里 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政府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 这使得他们的排名得以提升 几年前乌克兰排在70位 而现在升至30位 而哈萨克斯坦则从之前的50位升至20位 与此同时法国的评级甚至略有降低 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 排名下滑说明了 法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 企业经营状况在恶化 尽管通过分析形式 我们看到 这个国家在改善经商环境 在减少行政壁垒方面 做出了很大努力 比如说在过去两年里 与法国经营业务所需要的时间 从先前的6.5天降低到4天 而外贸也是该指数评分的组成部分 如果单从这个数据来说 法国实际上是排名第一 两年之前它还只是排在第11位 因此我认为法国政府很清楚 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 限制着小型企业的发展 而他们也确实是在认真的解决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里 法国实施了一些重要改革 效果短期内 只是在有限的行业 但还是很有价值的 特别是政府在努力解化公正程序 这已经持续了三年了 但是从宏观经济的角度上 尚十分难以评估 这些措施的实际效果 我觉得法国现在还在进行 有助于消除法律壁垒的 十分重要的变动 2016年3月份数据显示 法国进口量为404.74亿欧元 超过出口量的363.79亿 进出口显示出明显的不平衡 那么在当前国内失业率 达10%的情况下 法国如何能够消除这样的不平衡呢 您刚刚提及的数据 只是特别地统计了商品出口 而如果将服务出口也计算在内 那么法国实际的贸易平衡情况 看起来要好得多 在过去几年里可以说是大为改善了 比如说制造了一架飞机 卖到另外一个国家 这就叫做商品出口 而如果您修复了旧的飞机 之后转售给第三方国家 这就算是服务出口 商店内售卖食品 这是货物 而在餐厅里 为游客提供即时食物 这就是服务出口 我们更倾向于从更广泛的角度 来看贸易行业 特别是也考虑服务的范围 服务业传统上 就给予法国经济坚实的支持 如果将这方面考虑在内 我们可以说 过去两年的贸易平衡 已经做得相当稳定了 事实上这是自2011年开始改善的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法国的贸易平衡 不受事业问题的影响 我相信法国可以做得更多 来帮助企业提高竞争力 消除小企业发展的障碍 增强商业领域的活性 最终增加出口企业的数量 我相信政府所采取的措施 都是很重要的 能够帮助法国消除贸易平衡 不过我也想强调 当前的这种不平衡 并不是那么重要 这些年来造成这种局面的 主要原因之一 是能源价格下降 此外很难再单独挑出一个主要因素 目前来看 出口相对稳定 特别是服务行业 长期前景内 法国会如何应对 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停滞呢 2015年法国服务出口总额达到2170亿欧元 过去两年的增量约为250亿 货物出口量为4600亿欧元 总的来看法国的出口在增长 但是进口量也达到了约4000亿欧元 起了部分抵消的作用 总的来看贸易领域总体上还是平衡的 而且我们也注意到 法国出口方面正在发生一些结构变革 法国贸易赤字自2004年5月份就出现并持续 短期内这种趋势不太可能改变 这是否也受近期欧元升值的影响呢 还是那句话 如果也考虑服务出口 那么贸易赤字看起来就好得多 能源价格下跌以及出口量上升 有助于减少贸易赤字 欧元经历了长时间的贬值 近期汇率的确开始有所回涨 在我看来 法国已经从欧元走低中获得了好处 可能欧元升值一些指标也会有小幅的回调 总的来看 法国经济已经进入可持续复苏的阶段 去年第四季度的GDP数据非常积极 我们认为由于公共部门的规模 以及运作方式 法国虽然还不是最有活力的复苏经济体 但是其经济改善是稳健的 这也使得我们继续决定维持法国的3A的评级 这是一个庞大且相当多样化的经济体 尽管欧元汇率 世界能源价格和全球经济增长疲软 对法国都有影响 但其自身有着很大的国内经济规模 需求在过去几个季度内增长明显 这也充分说明了其经济的稳定性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接受我们采访的嘉宾是托马斯托克森 DBRS公司高级副总裁 更多精彩内容和独家访谈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